稍微小小複習 IOER成龍大哥剛剛話 他是針對銀行端的超額準備金利率 也就是他額外多存很多錢到央行那 央行給你的 央行就是領主會就是FED 給你的利息從0.1調高到0.15 那麼銀行以外的非金融機構 你錢存在我央行一樣 央行也給你利息錢 本來這個叫做RRP 本來是零利率的 現在利率給你0.05 央行絕對不會倒 利息絕對付得出來 所以存在那就更安全 從大革井上來 明白了 上上的錢變少了 美元當然就走強 所以我要講 這個RRP其實就是所有利率的最低 所以現在央行的利率到底是多少 我們本來講0到0.25 其實那個0已經沒有 就已經是他了 所以0.05到0.25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概念 所以央行轉陰 聯準會轉陰 陰在哪裡 陰在這兩個利率 他實質調高 而且RRP我剛剛忘了念中文 他叫做逆回購利率 對好 那講這個逆回購利率 因為他一調高以後 你是不是更願意把錢存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昨天有68家非銀行的機構把錢存過去 總共存了多少錢呢 七千五百六十億 嚇死人 我們那時候說四千多已經嚇死人了 現在因為利率調高了 我就更願意存了 那你想想看 本來這一堆錢 不管是銀行端的超額準備 或者這一個非銀行端的這些錢 本來是不是在市場上流通 那流通的時候 錢很多是不是美元就不值錢 美元指數就下來 或者我這些錢就拿去炒原物料 所以原物料價格是不是就炒 通膨壓力就很大 現在的利率調高利率 錢不管銀行端的 非銀行端的是不是都往你央行跑 市場是不是就沒錢了 市場一沒錢了 美元指數就飆高了 貨幣這個很多的原物料價格就掉下來了 所以昨天的原物料價格 普遍來看重挫走跌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這個不要輕 插播一下看一下油價好不好 油價現在最新的報價 就是被成龍大哥講對了 油價現在還繼續在抵 72.7 跌了0.5%左右 回到剛剛那一章 我要個答案就要清掉了 在成龍大哥問您 因為林者會在昨天的會議當中 有承認通過膨脹壓力是大的 所以我想要收資金 但收資金不是夠在規模縮減 也不是升息 而是調高了RP跟IOER的兩個利率 錢就自然往央行那跑 對 沒錯 OK了 OK了 可以清掉嗎 對 可以清掉 然後給我各天期的 來 好 那我要解釋這個 各天期的方向 你說奇怪 利率上升了 為什麼這個跌幅那麼重 對不對 這矛盾啊 你看這邊的利率短期 利率不是上升嗎 那你為什麼這個要往下掉呢 就像我剛才講的嘛 我剛才調的東西都是極短線的利率 對吧 所以極短線的利率是被我從零拉上來 變0.05 沒錯 但是我對於長期 我還是沒有說要升息 我還是要說要托到二零二三 我還是沒有說要收QE 所以對沖長線的人來講 沖長線是不是看十年期公開值利率 對 因為二零二三才要升 聯準會做的任何動作 跟他們都沒有關係 而且聯準會跟你講 他沒有通膨 沒有通膨就代表就是說 或者通膨只是暫時代表 未來的利率不會升得太高 那我的十年期公開值率 當然沒有上升的必要啊 對 甚至我要往下跌啊 可是這一跌就會呢 讓很多股票有機會上漲 所以昨天的美國科技股上漲 因為美國科技股對這個很敏感 利率跌對他來講比較好 但是對金融機構來講就不好了 所以昨天很多金融機構 像道琼的金融股全部都大跌 包括臺灣的金融股 清楚囉 所以大盤來繼續文字稿來開始 好所以我們這邊很簡單的講 雖然外資轉賣超 但是呢這是因為美元大升的關係 那我說這個就是特別 我剛好調了 所以錢就往央行那邊跑了 短期市場上沒錢 但這只是短期現象 所以美元大升 他也是短期的 你去看一下今天的美元的分 美元今天盤中的分 是不是上影線就出現了 對耶 你看升上去把它扁下來了 對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美元升這個只是短線 因應這個聯準會 那接下來的可能還是會走扁 為什麼呢 因為大基建勢在必行 如果大基建計劃一推 那是不是又印鈔票了 美元指數又要往下扁 那美元一扁 臺幣又怎麼樣 走升又走升了 所以這個地方不要太擔心 那臺幣現在也是反應美元走升 那接下來還是有機會往下 所以資金行情還是會持續 反應美元來看臺幣 反應美元的走扁 所以臺幣呢 美元當走扁之後 我們就會對沒錯沒錯 對 好來回到文字來繼續 好那現在的雖然外資賣超 但沒關係 我們現在的臺股都是看大內支 之前我有提到大內支是誰 大內支在主導盤是一個主流類股 都是火力全開 就像我們剛剛有提到航運股 航運股從長榮 陽明 望海 今天漲到什麼散裝航運 對吧 什麼玉民啊 什麼星星啊 全部都漲停了 通通秀一下囉 因為航運股的活根本就壓根沒形 你說漲到外圍 大家都覺得他太熱了 你該跌了吧 沒有要繼續漲別的 那漲到外圍是哪些 連那個什麼貨運的 連貨運的都漲 連這個遠雄港都漲 這是港口 這是路上跑的 所以你會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我回到我的字卡 就是說為什麼現在主流類股 都給你做到火力全開 這就是大內支的特色 要做我就給你做到全部開花 航運股就從頭給你漲到尾 所以如果呢 全部火力全開的情況 繼續在鋼鐵航運發酵 那麼船長的火就熄不了 熄不了 因為目前來講 我就說現在你要去看漲價 漲價就是王道 為什麼散裝能夠接棒 因為短短兩個禮拜 散裝航運 譬如說BCI指數 標60% 就跟那個運價一樣 就是一直在標 那所以誰漲價就會漲誰 這就是未來的王道 好那大盤日可以請來一下了 我確認一下 如果大盤照這麼看的話 下個禮拜佔高點 我覺得下禮拜不一定會過 但是呢一定會過 就可能半個月或或或或 或怎麼樣就會過 那畫畫下個禮拜 因為目前來看 是因為外資在賣 所以呢稍微有點出張 但你會發現外資連賣三天 也沒賣下來啊 對耶 台股有被你打死嗎 沒有打死對吧 那外資這種東西 當美元指數一走扁 他又回來買超了 那當外資一回來買超 當然就創新高了 那我懂了 我現在就看您所謂口中的大內資 對 大內資才是主角對不對 沒錯 大內資把行情頂住 外資賣不下來 外資一歸對就是這樣 沒錯 好 所以要說到大內資 我完全認同成龍大哥說法 如果你再不相信 剛剛的灌州追了 這個小台散戶多空 相比這三戶等於逐利大戶 我告訴你融資更明顯 融資增加大盤就漲耶 我特別幫您列了 6月10號到6月17號的昨天 融資增減對應指數 大盤的變化 融資增增增增 你看大盤指數就漲漲漲 融資一減當天就跌 所以這就是大內資的代表 沒錯 是喔 那我問你 因為這是大盤嘛 我只要求過股股票 因為要來到了操作 如果我的股票融資增加 這個融資就從大哥說的 大內資主力大戶 一我該怎麼判斷 第二個我的操作 該怎麼跟呢 好我今天剛好舉兩檔股票 為例子給各位看一下 我告訴你融資大增 有分階段的 好先給白板 好來個白板 融資增加有階段 好一檔股票怎麼做 一開始一定是主力大戶在底部進場 對吧 來一檔股票喔 好沒錯 好主力大戶一定在低檔接嘛 他總統可能高檔接 他在低檔少貨 他有的時候融資就大增了 融資就先增了 對吧 所以這個第一段 就是一檔股票 從安安靜靜 可能盤了五年十年的底部 突然冒量出來 他那個融資增加 一定是主力大戶 絕對不是散戶 因為散戶不敢買的 那總統大哥提到關鍵字 我要變化喔 突然間沒量沒量沒人理他 突然爆大量 然後再加上這個是資喔 對資增 所以是小A加小B再來 對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漲什麼 都覺得他莫名其妙 甚至投機股 對不對 這股票怎麼獲利那麼爛怎麼會漲 新聞也沒寫 也沒寫 所以這個就是主力 這一個第一階段的融資大增 就是主力大戶 好 等到過了三個月 過了半年 這中間是不是很多新聞就出來了 陸陸續這檔股票真的很不錯 獲利真的大成長 營收怎麼要接到誰的單 對吧 這個時候再漲一段 融資還是會增加 量也會出來 這個融資是誰 就可能是散戶了 所以主力大戶會在第一階段 小A小B 但是呢 提醒您 剛才文大哥說 當他在噴漲的時候 這邊的汁 這邊的大B 這邊的量出來的大A 這邊可能就 這邊的汁是散戶了 沒錯 不再是大戶 對 散戶是追在後面 應該這樣講 主力邊買邊跑 邊買邊跑 但是呢 散戶是真的去進買超 等一下 所以主力這邊 這個買是紮紮實實買 紮紮實實買 買了之後就進貨 買了之後就大進貨 就不會出 直到某一天發現到 哈哈散戶被我偏進來了 所以在這個大B的階段 大A大B的這個噴漲的階段 主力的動作呢 是X他慢慢的賣了 他在賣股票是這樣 轉階段的出 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可能買五千張 賣七千張 買五千張賣七千張 因為我要做量 量沒有出來 大家不會進來 所以我要做量 我買五千張賣七千張 買五千張賣七千張 這樣我是不是一次進出兩千張 對啊 我就慢慢慢慢把股票出掉了 也許我這邊進三萬張 那我這邊這樣 這樣一進一出 一進一出 我把量滾大了 讓大家都很想買了 然後呢 我可是我每一次的動作 我就出了兩千張 買五千賣七千 對啊 目的把量給滾大 對 但是呢 每次的買五賣七 他就到最後就是負兩千 對 就是兩千兩千兩千這樣賣 對 但是散戶呢 散戶是賺兩千 賺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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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戶是一直買 等一下 崇宏大哥 對 因為喔 這不要輕 我的這一題呢 我現在時間是到了 對 那請問喔 因為我們到下個禮拜五 繼續Part 2 我會把這個交清楚 那我確認一下 我們主力在這邊是買 這邊是出貨 那我該怎麼去判斷 資是主力與否 從哪個美感 先透露一下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應該說資你是看總額 你是看不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從訊號去判斷 甚至從K棒去判斷 有的時候紅K棒 有的時候開高走低 這些都是判斷的一個因素 但是我只是說 在這一個階段 誰是進買超 散戶 散戶的融資 是進買超 但是主力大戶是邊拉邊出 因此聽好了 我歸納一下 也就是呢 重點不是在看資 重點在看你的股票 到底是處在哪個階段 沒錯 在伴隨著訊號 你就知道這個資本身不會說話 因為之前買股票嘛 到底是散戶還是主力大戶 沒錯 謝謝成龍大哥來 先請回座 觀眾朋友這張 再看兩三眼 記好了 這是一檔股票 主力要撈貨 要進貨的時候 這個標股是怎麼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簽掉之後第二題 下個禮拜五 Part 2第二集 我們把它講清楚了 今天主重心 從大哥歸納的是在大盤 台股的重點 感謝他教得好清楚 回到了我們的引言 也就是連主會看會議了 很多人說有那麼陰嗎 從大哥講 其實只是小小小小的小老陰 不是那種大隻的大老陰 明明就是1.5的版本 是中性啊 他有沒有說馬上要升息 他明明是2023 請問那美元為什麼這樣飆升啊 壞 資金到底是為什麼被收走呢 很簡單看他的文字 也就是呢 如果針對銀行端是這一個 銀行 銀行 他不是要提拨一定比例前到央行嗎 這叫存準率 但是呢 央行給我利息拉高咧 這個利息有拉高哦 拉高之後 更多的銀行當然就會拿更多的錢 存到了央行 央行給我更多的利息錢 所以銀行端的錢 就往不動的央行那兒存進去了 只會拿更多的利息 但是呢 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呢 更多更多哦 他們的利息呢 以前是裡面 現在呢 拉高到0.05 那為什麼是0.05 因為呢 短階級的這個票券 還有短階級的公債那些呢 利息差不多就是0.05或0左右 他就拉高到這兒 央行要給你利息 所以這邊呢 非金融機構RRP 也全部逆回購利率 全部都吸掉更多的錢 不管是銀行端要過 非銀行的金融機構 這個包括了逆回購利率的RRP 以及超額准备金利率的IOE2 全部在央行升高利息之後 吸了更多的資金 難怪市場上前面少了 美元當然就走升了 但衝大概也在強調 這時候的美元走升 只在於聯準會是因為通膨 它稍微抑制以下 所以它是短期的 長期來看美元它還是要大基建 因此美元還是會走扁 台幣還是有走升的期待性 因為台股現在是大內資主導盤 因此注意一下大內資在做股票 做到火力全開 因此找一些傳產概念股 如果還在火力全開 傳產的火是不會熄的 以上結論從大哥正確嗎 對 沒錯 好 感謝您了 台股今天從美國追到了台灣 超級開心 學到很多很多 但是下個禮拜五就來追它的第二題了 就是這一題我一定要把它學會 交換您懂釣魚技巧 您我就會是隔捨了 祝福大家現在疫情升溫 投資股票希望能夠賺錢 進報告回到現場之後 下一個主題 這是玉堂幫我準備的 因為疫情升溫 所以就擔心企業撐不住 公總進行了大調查 針對各大產業 各大企業 疫情下衝擊報告 希望政府幫什麼 提出什麼建言 影響最大的就是哪些層面